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這是我學生的遇到一個 一個高音鍵的問題 他說 欸老師我這個高音鍵整個卡式 都動不了 怎麼辦 那我是不是整個月季都要維修了 如果大家有遇到這種高音鍵卡住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可能要 檢查一下我這個高音鍵 這個連動桿有沒有裝對 這個連動桿呢 基本上這樣是裝錯 連動桿應該要在 頸管的這個高音鍵這個環的裡面 那我們看 我們現在把它拔起來 仔細看這個地方 拔起來 它掉下去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先了解一下 脖子是這一個 脖子是這一個 這是它的高音的按鍵 這一整個環都是它的按鍵 那基本上這個高音的 這個高音的連動桿 有沒有 這個高音的連動桿 它應該要在這個環的裡面 這樣我們現在把它裝上去看看 裝上去之後呢 按一下 你會發現 它好像就回復正常了 就是因為有時候初學者呢 他這個搞不太清楚 就把這個推出來了 推出來之後這個按鍵就整個被卡住 那你看我現在把它拿出來 它就回復彈性了有沒有 所以因為它是連動桿的關係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它是這樣卡住 這個地方就會沒辦法動 所以這個時候把它拔出來 再把它裝進去看看 所以要記得我們高音的連動桿 在這個高音鍵 博管的按鍵的裡面這個地方 按看看這樣 那當然也有學生就是 也有學生問說 那我這個是不是要對齊這個尖尖的地方 基本上你可以先對齊沒關係 我們裝好之後上了樂器之後呢 因為我們的樂器 通常都會放在我的腹部的右邊這邊 偏右邊 就中間偏右邊 我們比較不會放在中間 我們放在右邊的時候 它有點不太照我嘴巴這邊 我們再把它轉到 讓它來照我嘴巴這樣子 所以裝好之後呢 它不一定要偏在正中間 它有可能在旁邊 好那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是博物館可以轉的嘛 第二個就比較容易會造成它漏封 就是你有可能轉太偏了 反正這個連動桿 跟這個高音鍵要有一定的空隙 好它這樣 它要讓它作動之前 其實要有一定的空隙 才有辦法讓它作動 好這樣才不會漏封喔 如果有時候你轉的太偏 它也有可能會把它推出來 然後會推到 只要有碰到推到 上面這個按鍵的地方就會漏封 所以就是說我們在轉的時候呢 角度它也是有限的 如果轉到這樣子 已經作動不到了 那也不行 所以就是我們會在這個中間 左右邊一些些的 找一些安全距離 只要有能保持空隙 這個高音連動桿跟這個能保持空隙 按下去 可以讓它翹起來 然後放下去的時候它可以 還留一點空隙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關於這個高音的連動桿的 這個障礙排除呢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好如果你喜歡我們頻道介紹的內容 小知識 或者是演奏的音樂的話 那再歡迎大家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